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被奇迹般救了下来 早上水哥发现自己的父亲脱了一层皮 水哥直接猛了 这时水哥听到父亲和人争辩着什么 水哥匆忙下楼 看到父亲居然年轻了许多 而且精神十足的跟他吹嘘着自己 水哥想到厕所的那张皮 担心起父亲的身体 而父亲却觉得水哥大惊小怪 于是水哥带着父亲去了医院 可是医生却觉得水哥是在逗他 无奈两人只能先回家 正好碰到水哥的妻子来拿离婚协议 父亲这才知道水哥原来这么失败 父子俩第一次坐下来谈起心 水哥说起这么多年的起起落落 羞愧地说着对不起 父亲斥责水哥不是男人 说对不起只是在给自己的懦弱找借口 只有改正错误才能说出这三个字 第二天 水哥发现父亲又脱皮了 他收拾好父亲的皮之后就出来找父亲 这时的父亲又年轻了十几二十岁 变成了五十岁的模样 难道脱一次皮就年轻一次 这次父亲又因为在公共场所吸烟和警察杠上了 水哥只好以父亲精神有问题逃过了警察的盘问 两人来到了球场上 回忆起当年的父子时光 父亲反而比儿子更容易满足 这让水哥重拾了对生活的热情 这时水哥的前女友找到了水哥 想借机和水哥再细圈缘 碰巧前妻赶来 女人之间的较量一触即发 然而父亲再次脱皮回到了四十岁 父亲帅气的模样 直接把所有人都看呆了 水哥联盟上前询问脱掉的皮在哪 父亲却说随手扔了 水哥说虽然这只是一张皮 但是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 他冒着大雨疯了般寻找着 终于在一个垃圾堆上找到了父亲脱的皮 回到家看到没心没肺的父亲 水哥想到父亲四十岁 拿家用赌博在外面搞外遇 气不打一出来直接跑了出去 碰巧遇到了债主把他抓了起来 父亲赶忙前来打救 结果遭到了一顿毒打 打着打着父亲又开始脱皮 水哥亲眼目睹父亲脱皮的全过程 这画面够刺激 父亲一下子变成了三十岁的模样 他的记忆也开始变得混乱 当知道妻子已经去世时 他像个孩子一样鼓了起来 看着绝望的父亲 水哥很心疼 忽然父亲觉得身体好痒 等水哥回过身来 父亲已经变回了二十岁的模样 一个意气风发的空军被移兵 梦想着开战斗机 于是一本正经的和水哥 了解了当年的事情 原来父亲真的没有吹牛 没想到再一次开飞机的时候 伤到了眼睛 也因此误打误撞认识了母亲 从此父亲的梦想变了 从自己的梦想变成了一个家的梦想 突然天旋地转 水哥一下子变回了小时候 柜子里父亲脱的皮都一一活了过来 从未与父亲认真相处过的水哥 重新认识了这六个阶段的父亲 六个阶段的父亲围坐在一起 不相吐槽 外别人没有努力 把坏运气留给了自己 可是吵闹之后却发现 所有的父亲其实都是同一个人 他们彼此相互和解 说到底啊 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一起 更值得开心的呢 水哥顿时明白了父亲的爱 也从父亲波折的一生中 重新获得了力量和勇气 一阵天翻地覆 几人相互招呼着 跳上了二十岁的飞机上 那是人生最开始的梦想 于是他笑着向父亲的每一张皮 挥手告别 重新振作了起来 人生啊 就是不断和解的过程 与自我和解 与亲人和解 珍惜当下 由于面对生活的艰辛和失败 对得起自己 哪怕失败了 至少我们能自由自在地 活在自己的梦想里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脱皮爸爸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